大家好我是雪狼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佩納海 2019年全新推出的4款均綠色面盤的 RADIOMIA 1表 從左到右型號分別是995、998、999 這3款都是45毫米不鏽鋼 而最右邊這一款則是型號997 黑色陶瓷錶殼直徑48毫米 這也是佩納海第一次推出黑色錶殼和綠色面盤的組合 至於為什麼沒有996 為什麼黑桃綠面放在999 官方都沒有做出任何解釋 只能說佩納海的型號永遠是一個謎 說到佩納海的綠面萬表 史上第一次推出是在2012年的382 Luminum Submersible青銅表 可以說是掀起最近幾年青銅表熱潮的領頭羊之一 接著是2014年的507 同樣也是青銅表殼的Submersible潛水表 再來就是2017年我曾經介紹過的735、736、737 跨越1930、1940、1950 三個不同年代的設計風格 而這次推出的四款Radiometer萬表 都是源自1940年代的經典設計 整形表殼、三明治面盤、當代表耳和簡約的表冠 更符合日常佩戴的需求 均綠色的面盤令人聯想起當年佩納海為意大利海軍製作軍表的輝煌歷史 首先第一款是功能最簡約的995 經典的三明治面盤 那這種面盤的設計是因為早期夜光塗料無法塗得非常均勻 所以在機心和面盤之間夾了一片夜光板 直接大面積的塗附上去 然後上層則是做了鏤空數字和棒形石標的面盤 讓下面的夜光可以清楚的透出來 成為佩納海最鮮明的特徵之一 這次在石標上採用了米色塗料看起來更有果味 而指針則是採用了玫瑰金的石金打造 添加了一點奢華的質感 機心的部分搭載了P4000自動上鏈機心 三日動力微型自動盤讓它的機心厚度維持在3.95毫米 不至於太過厚重 佩戴上比較容易駕馭 而且為了增加它的上鏈效率 自動盤採用的是比重比較高的烏合金 那雖然外觀上看不太出來就是了 它的建議售價是在台幣34.3萬 第二款998和剛才的995 在風格和尺寸上是一致的 主要的差別就在於說增加了2D時間功能 它的第三根箭頭針就是第二D時間的指示 而小秒盤之中還多了一個24小時制的日夜時間指示 三點鐘位置也多了日期視窗 在功能上更加完整 它的機心型號是P4001 那基本上就是P4000機心追加2D時間功能 那同樣是三日動力 而且微型自動盤的旁邊 還特別做了動力儲能的指示 那這款998的建議售價是36萬8 和995的價差不大 多個2萬5買一個複雜功能其實也還蠻划算的 而第三款999在功能上和998是一樣的 同樣具有兩D時間功能 24小時制的日夜指示 三點鐘位置也有日期視窗 唯一的差別就是把錶背的動力儲存改到正面來 而且換成72小時顯示 更容易閱讀 那我個人覺得這樣的布局也蠻好看的 那建議售價是37.4萬台幣 最後一款是佩娜海首次推出的黑色陶瓷綠面錶 而且直徑來到了48毫米 霸氣十足 算是這四款之中最有份量的 三明治的面盤 指針做了黑色的處理 和深邃的黑色陶瓷錶殼互相呼應 雅光黑色的質感很不錯 摸起來特別舒服 它搭載的是P3000機芯 是這四款之中唯一的手動上鏈機芯 那同樣具有三日動力 這款機芯是為了直徑47毫米以上的大錶鏡打造的 從背後就可以看到 和錶殼的密合度相當的不錯 窄邊框 機芯的細節可以盡收眼底 一整個非常大氣的感覺 建議售價是在台幣40.7萬 黑色陶瓷的大錶鏡 這個價位其實也蠻可以接受的 這四款萬錶還有兩個額外的驚喜 首先是它的外盒 採用綠色的櫻桃木製作 質感上蠻特別的 而且打開之後 你會發現裡面除了錶的本體之外 還多附了一條編織帶可以做替換 不鏽鋼款附的是米色的編織帶 錶帶上穿孔的位置 還多縫了一條綠色的強化墊片 兩個皮帶環也都是綠色 和面盤互相呼應 那至於黑陶瓷的997 第一則附了黑色的編織帶 以上就是佩納海最新推出的 四款綠色面盤萬錶 995、998、999和997 綠色面盤可以說是今年最熱門的話題 不久前我才跟大家聊過 2019年的十大綠面錶款 其實還有很多遺珠之憾 依照目前綠色面盤推出的速度 說不定很快又要為大家再做第二集了 拜託